好 我們來先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軟體怎麼用 這個是不用安裝的版本 所以各位呢 你進來之後在這邊 解壓做做有沒有看到64跟86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應該是64位人的嘛 所以你直接點開就可以了 這個不用安裝了 那你一定請問 我剛剛在樓梯間就有看到有些有蘋果光嗎 請問你如果用蘋果咬一口的有沒有 不小心有 這裡面直接 反正你放進去就有了 打開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是用 剛好是用Mate的其實也沒有問題 這邊都ok 那打開之後呢 應該會長得像 我看一下 又出來了 長得像這樣子 各位應該有發現都是中文的啦 你現在是有廣播嗎 我沒有廣播喔 來 有啊 我現在應該有廣播吧 還是我再廣播一次 這樣有了喔 好好 有沒有發現進來都是中文的 所以應該沒有同學會告訴我 那個字看不懂吧 有我寒暑假 我有開兒童班 兒童班有一個同學是法國來的 他說要法文 剛好裡面可以切成法文 這樣ok齁 所以等一下其實會應該不會太難 那麼我們呢 知道這個怎麼解開怎麼用之後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簡報囉 來 在這邊 那我幫你講這個簡報應該跟各位平常用的POWER比較不一樣 你們除了POWER以外 有沒有用過其他的簡報軟體 比較少對不對 對啊 偶爾要換換別的嘛 不然老師每次都是一看就知道POWER做的 這樣會不大好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您看到呢 在這裡 因為再過兩天就要叮叮咚了嘛 所以我就把它加進來了 好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使用3D 你現在看到畫面上這些簡報裡面的 通通都是我們上課之後同學做的 好 你看像這樣有白天的 可以有晚上的 對不對 好 那你看呢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很多種不同的組合造型 這些都是同學做的 都是同學做的 那 所以你覺得你要多久可以做這樣子 好 你覺得大概多久的時間各位可以做得出來 你們有學過任何的3D軟體嗎 沒有喔 比較少對不對 因為光寫成字又來不及了嘛 那我那個時間又算多 但是你們有想過 最近比較紅的VR 請問要不要一些3D模型 要啊 你可以會程式沒有錯啊 你可以有一些硬體設備 軟體設備 但是你不要忘記的內容之類也是很重要 不然還是那樣子 就是你就有技術 沒有內容 還是不行 還是不行 那這個呢 這個同學就把他矇起來玩了 這是林東的同學 他就做得很多 那再來呢 後面這些都一樣 給你稍微看一下 好 那看過這樣之後呢 我們待會就可以真的來做看看 但是要真的做之前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到底你在現在在生活裡面 有沒有用過哪些地方有看過3D的 因為其實平常如果 假設啦 像我以前 我也至少在這附近 也待過好多年 在牧藏那邊好幾年 然後寒暑假會到這附近學電腦 以前我們在這附近很方便嘛 那所以說 比較重要就是說 我們生活裡面有沒有哪些地方 是會用到3D的 如果你真正要學到3D軟體 其實說真的 比如說像各位可能有聽過 3D Math啦 瑪雅啦 對不對 好 那些軟體 你要花的時間 其實事實上都非常長 都非常長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界面上你就要花很多時間去懂 再來有很多觀念要懂 但是這個呢 使用3D就比較不一樣 三個小時就可以講了 OK 來 那我們稍微介紹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Folk的大學 類似的大學 因為她也看得超多的 大學 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